但他又做得挺成功的 可能在待會後面的部分 或者可以多聊一些 這是唯一的一個做法還是怎樣呢 我們可能大家都會有些疑問 不過我們將時間給邵家莊 正會大學社工系的講師 他會對剛才一些評論 這樣交給他 謝謝 大家聽了很多 足足一天 我聽了兩位同事 三位同事 兩個單位去分享的時候 你都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創意力量和幻想會客力一跳 有很多創意 很有power 很有energy 我跟今天亞洲進步社工論壇 是很匹配很一致的 但去到我這個 大家亢奮了全日之後 在這個時刻 我們不妨做一些反高潮 今天就有 其實原本有四篇 paper 四個presentation 我的總結就是 我先留意一下他們那些題目的字眼 今天就有兩個present了 我們不說了 另外兩個就是今天來不到的 就是你的沉覓 我的焦慮 從觀察 從中觀察 青少年權益與自主 台灣的朋友 另外一個中國的朋友 就是 內地的朋友 就是青年學生在社運進步 用社會進步中的作用 社工站在邊緣的觀察 你看他的字眼是說什麼的 都是充滿創意力量和幻想 都是一些進步的語言 都是一些沉重有重量的語言 這些字眼包括沉覓 焦慮 權益 自主 邊緣 抗高牆 加上今天小白和Stella 講反思 你看到這些都是一些進步的語言 有重量的語言 同時間可能是一些 都滿著政治 都滿著政治化的語言 但是今天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當政治化的語言 政治是怎樣 有人說政治 這一天都嫌多 我就跟你講一天 我就跟你講一天 我跟你講 昨天 昨天 入不到境 心知肚明 是不是 今天今天 他會跟你交代做 有15個國內的朋友 有13個入不到境 原因就是心知肚明 你的心知不知道 你的肚明不明白 如果你還未明白的話 你會不會想一下 將這個conference 擺在一個佔中的 context 下面理解 或者將這個conference 擺在一個政改前後的情況下理解 所以心知肚明 第二個 沒有人知道的 但我也是有待發酵的 我今天來和大家分享 我是社工系的講師 但同時間 我是青年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過了很多年 我昨天下午 大概是四點鐘左右的時間 我收到一個 我要被召見 要開一個會 在會裏面 有一位同事 有一位負責同事跟我講 我們每年透過選擇 互相選舉 誰做associate director 誰做director 我是選了 未來一年做associate director 但是 因為我參與佔中 因為我參與政治 我這個選舉結果 將不會被認同 我將不會被委任 在佔順期間 由一些行政的干擾 刁難 由一些工作 我已經被刺奪 由今 現在是第三次 我在青年研究實驗中心 的副主任的崗位 將會被刺奪 可以說是預了 但是同時間 這個當然不是我自己的事 今天林志林也說了 可能在運動之後 有很多事情發生 其中針對著記者 針對著大學老師的工作 一些針對工作就會發生 而這些事情 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觀念 對我來說是實際 真的發生了 當政治化 當我們今天說很多政治化語言 如何去倡導 如何多一些創意 如何去賦予還抗 如何去抗高牆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會議裡 現在覺得大家相當熱鬧 但是其實在會議的房間以外 因為那一盆牆是這樣壓過你 即是 入不了境 心之逃命 而我的罪名是 因為我的參與 因為我媽媽在醫院 我需要很趕著去探望她 所以我只是回應 這一次 然後我就走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在香港討論不到 是否因為英國傳統 我覺得不是的 不是的 或者不只是的 因為香港同一時間 美沙童在世界歷史上 有一個很重要 很成功的例子 有一個很長的歷史 很有效的方法 很多人都以來香港 去討論 美沙童的運作 美沙童是典型的 所以不單止是 不過 為何會這樣 和曾蔭權先生的領導容忍政策 有沒有關係 而曾蔭權先生又為何要提出領導容忍政策 因為這麼愚蠢的方法 就是這麼逆世界潮流的方法 當然你說 除非是一些歐 即是幾個教友派會說領導容忍之外 很多事情都不會領導容忍的 這是有些複雜的 另一個 我可能我也是太過心急 今天收集在拍照 我是不應該這樣說這些 因為我在25年前 我在鎮匯畢業 我純粹都在說 我有的所有事情都是來自上帝 我媽媽和曾蔭權 所以今天曾蔭權動我 其實是心理上的打擊 是大於實際上的打擊 這是昨天發生的事 被消化 被消化 被消化的情況 我意思是 我也不想請大家 不如在網上 告訴別人 所以蘇維會 稍後就訪問我 然後就可以在讀媒 在謎米 在一堆那裡 就開始說這件事 我需要消化 和有些部署 請大家關注 但是不需要行動 但是不需要行動 是